哈喽贵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略楼的游戏视频 昨天我们一起寻找了隐藏在茶杯头 一号小岛上的所有彩蛋和小细节 今天我们来到二号小岛 其实寻找隐藏在这里的彩蛋 二号小岛是一个游乐场 刚进入游乐场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四个小丑 他们其实是理发店门口 经常会悬挂着旋转灯柱 和他们对话 他们会告诉我们 他们的一个伙伴找不到了 让我们帮他们找回第四个伙伴 这样他们才能组成 像样的合唱团 好吧 那么我们去帮他们找一下 其实也很好找 第四个小丑 就在这个顶上 有红白帐篷的石头后面 走过去就可以遇到他 原来他在寻找硬币的时候 迷路了 找到他之后 再回到更特的入口处 此时的理发店四重奏 合唱团终于齐聚一堂 和他们对话 就可以听他们合唱一首好听的歌 听起来有点像茶杯头的主题曲 但似乎又不太一样 不过唱的确实很好听 鼓掌 接下来在歌唱团旁边的金塔里面 故事派打听的第三阶段 并召唤出带眼睛的小军 就听了 同时之后的全聚之眼 像同时派得成为上帝之眼 在一美人的超片上 他也出现过 接下来在糖果屋这一关 开场就从城堡里面 走出来一座被装鬼的彩色糖果 如果说这个糖果跟经典游戏 制动人没有关系 我是大肆都不会相信的 当然这种不算抛袭 而是一种黑色的致敬 类似的这种致敬 在茶杯头的游戏中还有很多 然后在火龙这一关 高塔的后面 我们还能找到一个隐藏的小路 从这条小路 我们可以绕过大山 走回咕咕鸟的这一关 在二号小岛的正中心 也就是商店的对面 有一棵树 这棵树和普通的树不一样 在它的树枝上 长满了五颜色的气球 这应该是一棵气球树啊 不知道是不是在直进 飞无环球记 然后在小丑固然之后面的 冤枉池旁边 摆放了一堆巨石 很明显这是为了英国的史前遗迹 巨石阵 除此之外 和其中的大逼的水神对话 它会告诉你 你在游戏中总共失败 并死亡了多少次 呃 我是二十九次 你呢 好了 今天的茶杯头 二号小岛的彩蛋盘点 盗取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公主教室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